大家都知道张博之和谢霆锋离婚以后就开始独自带着两个儿子生活,一个人带着孩子生活,的确是真的很值得敬佩,但是也很有爱啊。 这家年张博之一直都在照顾自己儿子,成为了两个孩子的好妈妈,可以说是一个称职的妈妈,在妈妈的庇护下成功的成长,现在成为了小男子汉和小帅哥的样子了。张博之以后真的是幸福了,真的是很幸福哟,但是他的儿子们也是很孝顺的,知道自己的妈妈辛苦,所以让人感觉很懂事。 大家都知道谢霆锋长得是真的很帅的,而且他的儿子也是越长大,越像他真的让不少人欢呼,怎么会这么想的呢? 这是他小时候和他儿子的对比照真的是非常的像,不知道你们看了,是不是觉得很像呀? 小时候已经是很帅了,跟谢霆锋长这么像不知道谢霆锋自己知道不,已经是公认的新二代帅哥。 现在长大一点的Lucas真都很帅气,初步已经有了谢霆锋的小模样了,尤其有了一个类似谢霆锋发型的刘海,真的是一个模子刻出来,五官的样子也是超级像的。 气质上也是很有感觉的很多人,就会说真的,是有一名祸害无数少女的小帅哥要出炉了,大家都是很期待Lucas的长大成人,这么像绝对是亲生儿子,长大后又是一位花美男,不知道是不是张伯芝是不是真的幸福的要死呀? 这一点就不知道,反正现在一家三口是果得很幸福。